生活中交錯失望 說實話你們兩個跟我想像中 寫的時候的樣子是一樣 真的嗎 對 只是我聽過 徐富翔導演跟我講的一些事 就是說 因為我跟你講很好 所以他常會跟我講 出來拍戲的時候狀況是什麼 他跟我說其實你們的個性 本人的個性 跟角色本來是相反的 是嗎 好像 對我比較外放一點 對 畫比較多一點 然後他就是比較 其實我感覺還蠻 鎖得還蠻緊的一個人 就是 可是本來你們是不熟的對不對 我們完全不認識 我們完全不認識 可是你們兩個對手的第一場 其實是什麼 我抓到他們兩個在那個 第一場就拍這個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導演 因為我們很不熟的關係 就讓我們在街上 擁抱 感受一下對方 然後就看他跟那個美珍 在那邊抱恨起來的時候 就會有更有一個 更有一個不熟 幹什麼東西 對 感覺 這個戲對我來說 就是說 我想要在愛情在主題裡面 放很多友情的密題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我很好奇一件事 我覺得觀眾可能 看完這戲也會好奇 就是當 真的你們人生中 出現愛情跟友情 而選一的時候 就是燕豪跟玉璽 本人會怎樣選 我會攤開跟這個朋友說 就是我對他也有意思 但是如果你真的真的 已經是很喜歡愛上他的話 我願意就是 對啦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以講清楚 因為說不定在初期 大家都還不是說 真的很拍 對愛的什麼死去活來 我覺得事情講清楚 我自己寫這個戲的時候 當然知道有一些幾場戲 是對我來說很重要的 那 但是不應該 我說哪一場戲是重要的 因為也許每個人 解讀不太一樣 所以你們覺得 你們自己在演這戲的時候 我自己是有想到有一個是 我那時候幫李小廷送信的時候 反而真的是說女生 喜歡我 那個轉折對我來講 我那時候很需要去知道說 何一峰 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內心到底是 是怎麼樣去面對 對轉折 對 我覺得重要的戲跟 男演的戲不一樣 對 男演的話我覺得就是 是他要告訴我 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我 我們就是在 我們 每次敘舊的好地方 對 我們的基地 要見面 然後 對 然後我前面還本來很開心的 可能要跟他講些什麼事 然後要喝啤酒 然後就是聽到一個 青少年 沒辦法接受的消息 對 而且那個 曲風向導演 只用一條 就是他 他叫我們一次把整個演完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是 情緒企圖很大 對 有啦 演的當下我覺得 我們是在裡面 對 對 我覺得對李小慶這個角色 重要就是 何一峰的出現 就是 從剛開始認識他 對 從 排斥他 到慢慢 不小心接受他 然後李小慶本身也開始改變 因為你們對我來說 都是很年輕的演員 然後可是 這個戲裡面你們要演一個很 時空非常長 有演青少年時期 高中生 以及到後來出社會30歲一樣 而且是用跳的 對 你們完全是這個戲是跳來跳去 那你們在掌握 跟你們比較接近的年齡 跟長大後年的落差 下面有沒有什麼感想 對 我在裡面是有設定就是 李小慶有一個 就是習慣動作 就是他會搓鼻子 對 然後就是 但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跳到30歲的時候 他也相對就是 一定是比較穩重 對 他還就是講到 何一峰的時候會搓這樣子 你咧 其實因為我的實際年齡 反而是比較接近30歲 所以 所以你在演高中生的時候 對 對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 反正對我來講 挑戰的是 也是要演30歲 這個是相對性比較難 因為 已經把何一峰 在於高中那個時期 他有怎麼樣的一個 活潑 好動 白目也好 等等狀況已經設定出來了 其實我覺得何一峰 某個程度上算是 比較早生的一個角度 對 所以 到30幾歲又結婚了 他相對型的應該是 某個程度上是一個 穩重 那些東西是比較收到的東西 那你們的那個愛情觀咧 不是李小慶跟何一峰 是李玉璣跟曹燕好 我是覺得我跟李小慶某方面還滿像的 就是喜歡就會很大方的 讓大家知道 對 然後就是會很積極的去追求 對感情就是 喜歡就喜歡 然後不喜歡就不喜歡 那你咧 我 我其實算也是跟他有點像 我還滿衝的 至少這個階段是幾年 可能 以前小時候不太一樣 可是我是 我確定喜歡我就一定會跟他講 那不OK那就算了 對啊 就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只是他摻雜在友情之裡面 他就多了一些奇怪的梅槓 刀意 對啊 那有些事情就在發生 當下你真的不知道他是什麼 他要過了 才發現 許多年之後 也許還經歷了一些事件之後 才發現原來有些事 他就再也沒不去 他才會是原生的養分 滾石愛情故事 週六晚上九點 就在公共電視